怕你翻眼去,怕你离我而去,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时光音乐会2已经收关了 周深在这档节目当中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周深在节目里诞生的那些神级现场 每一首都超级能打,你都看过了吗 在最后一期节目,周深选择演唱大鱼 更是在这档节目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这首歌曾经让他出圈走红 回顾多年的经历再次唱起 像是给曾经的自己一个交代 美轮美奂的歌声也再次惊艳众人 并且当他的吟唱一出,更是有种掀翻天灵盖的感觉 音乐圈盛传得周深者得天下 因为周深凭借一己之力拉动整个节目的收视率 盘点周深参加过的音乐综艺 每一个现场都是不可逾越的天籁现场 第一个在中国好声音的现场 一曲欢颜火遍了整个圈子 让很多的人都知道了周深 如果没有好声音的话 我觉得好像无论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去猜想 或是尝试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成为歌声 只要你轻轻一笑 我一心就迷醉 第二个我们的歌 在我们的歌舞台上 情深深组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经典的作品 二人超高默契度的合作 一次又一次给我们带来惊喜 即便如今二人很少同台 但他们的每一首歌 在每一次听到都依旧会觉得很惊艳 这一首歌曲真好看 第三个乐队的夏天 我们有心提 并非不美丽 第四个天赐的声音 就像谁喜欢的 就像没有人不喜欢的 我们好像这个小女儿 太厉害 太厉害 那朵玫瑰没有荆棘 没有荆棘 最后的最后的水 没力 最后的深刻是忘记 别让谁知改变了你 你是你 我是你 东西 我有了 全新的爱你 你会挑战 第五个创造营 2021 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一个 歌坛的一个门派 终于又有了新的传人 这个门派叫做仙音派 晚风吹起你 并肩的爆发 不停回 别留下的抱 一笑想跑 一笑想找出你的传人 踏起了我 抱住的你 你怎么说话 2016个歌手当打之年 这是一个让外界 彻底记住周深的舞台 2016年的大鱼 让周深有了 立得住的代表作 但作为一首电影的主题曲 很多人记住了歌 却还不认识歌手 也是在那之后 很多的人认识了周深 不只是因为作为一种声音 而是作为一个具象的人 一位拥有丰富表现力的歌手 周深是不是出的那种歌手 但是周深是你听一眼都是 哎 说这样的声音不难来唱唱我的歌 这不亏了吗 我给他起个外号叫开口话 就是有人都说唱歌开口贵 他属于开口话那一挂的 非人类我就觉得他的存在 周深参加音宗从来都是走心又走质量 周深参加音宗从来都是走心又走质量 而为的就像是讲述故事一样 慢慢的推开画卷 让我们一起沉浸在美好的时光里 希望能有下一场更有下一场 最后期待一下二专和演唱会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一个字总结2022 我觉得要去概括2022年是一个挺难的事情 伴随着可能就是机会的越来越多 其实很多时候一些压力会变得越来越大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过我唱歌的人 那我要给你一个比较 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亮相 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其实随着大家看到我的次数 会相当说越来越多的话 我就会觉得那我要怎么去 让大家觉得看完周深的舞台不亏 那没有找到白眼 现在还在找寻当中 但是会开始有一点点开心 因为以前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可能出于好奇 打引号的猎奇的心态 会去听我的唱歌 那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接受了周深的声音 是这样的一个声音 然后再去听我唱歌 我觉得大家的心态也都会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 我陪着观众一起成长的一个过程 我自己虽然现在是歌手 但我之前也是歌迷 我也会经常听很多很多歌手的歌 然后也会去搜寻很多很多 非常喜欢的不同风格的歌 但是如果有一首歌去 给到我陪伴感的话 那首歌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那个歌手 在我的生命当中 也会在某种意义上 会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人 才会影响开我的歌声 在这首歌的歌怎么会 在这首歌的歌手